南尖丸子 南尖丸子是山东的名菜 它与一般的丸子不同之处 主要在于它的形状不是圆的而是扁的 也有称南尖丸子是扁丸子的 做这道菜的主料是肥瘦猪肉 250克 菜油适量 鸡蛋清一个 花椒油10克 绍酒15克 清汤250克 醋少许 湿淀粉30克 酱油35克 白糖10克 金盐2克 味精2克 葱末 姜末 适量 具体的制作方法是 把肥瘦猪肉切成1.5毫米见方的丁 然后放入碗中加入精盐 味精 料酒 拌匀 放入鸡蛋清 加入湿淀粉后 搅成馅 把炒锅放到小火上 加入白油 烧到三成热时 把肉馅挤成直径1.8厘米大的丸子 逐个下锅 在小火上煎至四成熟 把丸子全部翻过来 用手勺压扁 继续煎成八成熟 小火上煎至四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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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interact 看腐 officials 差不多大火上 чист 小火上煎至四成熟 在丸子下锅煎制的时候 要随时活动炒勺 以免煎糊 然后将丸子倒入漏勺 炒锅内打底油 加入清汤 精盐 味精 料酒 倒入丸子 加入白糖 然后勾芡 淋入明油 就可以出锅了 丸子装盘以后 要平铺一层 不能螺蝶 这道菜的特点是色泽红润 口味咸中带甜 适口不腻 软嫩鲜香 加上香菜 作为点缀 美观大方 同学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